那下面我们要讲的一个疾病呢 就是肺的硬化型血管瘤 那这个呢 一般原来早期呢 是把它归到严性甲瘤里边 认为呢 它的组织来源是血管的内皮细胞 那这个近年来呢 提出这个 它的来源呢 是肺泡的上皮细胞 可能是这个二型的肺泡B细胞 那病理上呢 把它分成四个区 就是乳头区 石变区 血管流氧区 硬化区 那组织学上 有两种细胞是明确的 就是圆形细胞和多边形细胞 那它的起源是这个 多潜能原始的呼吸上去细胞 还有这个立方细胞 那起源于这个二型的呼吸细胞 那这两者呢 是缺一不可的 才能这个诊断这个 硬化型血管瘤 它呢 是耗发于这个中年女性 中年女性 这个肿瘤里边的 内固醇 这个激素受体的表达 特别是黄体激素受体的表达 那可以解释这个 硬化型血管瘤 耗发于女性的原因 那临床表现呢 经常不明显 不典型 可以有咳嗽或者胸痛 那X线上呢 我们经常见于肺的周围 它经常是这个单发的 并造的大小呢 经常是在1到5个厘米 然后呢 我们一般看到是 类圆形的 或者光滑的阴影 密度呢 经常比较均匀 在平片上呢 很少见到钙化灶 那周围呢 没有什么卫星灶 然后肺门和纵阁 一般是没有什么异常表现的 胸片上呢 对这个 它的定性呢 比较困难 那CD上呢 在平扫 我们看到 这个是一个 边缘清楚 密度均匀的节节 或者肿块影 大部分呢 没有钙化 然后边缘比较光滑 没有这些细短毛刺 或者什么基状的凸起 也没有分叶 那增强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均匀的强化 强化值在这个 60个CD之左右 那并造的 增大的时候呢 可以有这个 不均匀的强化 可能与它里面这个 这个出血的激化有关系 那纵阁和肺门呢 没有这个肿大的淋巴结 那我们看一个 这个 左肺门区 一个这个 硬化型的血管流 我们看它的边缘呢 非常的清晰 密度非常的均匀 密度非常均匀 这个没有看到异常的 钙化 或者是 这个 低密度 空洞这些都没看到 那 侧位呢 我们看到它在 肺门的后方 肺门后方这里 CT上呢 平扫 肺窗上 我们看到它 这个边缘 非常的清晰 跟前面我们看这个 跟前面那个 很像 然后 这个上面 我们看也是 边缘非常的清晰 光滑 这个也是 我们看它的边缘 非常的清晰 光滑 内部的密度呢 也是非常的均匀 那在中国床上 但是这里肺门 有一个大血管 跟它关系 不知道是怎么样 那 这个 观众位重建 我们看到这个边缘呢 是非常光滑整齐的 非常光滑整齐的 这也是一个 阴华性反流 我们看这个 病灶呢 相对比较大 然后它的边缘呢 也非常的光滑 非常的光滑 这个 没有看到什么 里边呢 也没有看到什么 异常的密度 周边呢 也没有看到 分叶毛刺这些真相 CD上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 实性的肿块 实性的肿块 好像内部呢 我们看到 似乎有一些 密度不均匀的区域 密度不均匀的区域 我们这个前面讲 这个它中央呢 可以有一些 这个激化 或者这个 坏死这些 那我们看到 这个密度 有一些不均匀 但是边缘呢 非常的光滑整齐 这个就 就要跟这个 这个 硬华性血管流 这个 硬华血管流 这个也是 我们看到一个 这个肺窗上呢 看到一个 软子质种块影 好像有一些 小的这个分叶 小分叶 那测试片上呢 我们看到 它这个 这个比较特别 好像有一些 有一个淡淡的包膜 有一个淡淡的包膜 那个内部的密度呢 比较均匀 但是好像有一些 盖化 有一些盖化 这个 使装位重建呢 我们看到 它这个正好在 飞门角的外侧 充填着飞门角 这个 密度呢 还是比较均匀 那这里 这盖化呢 那就需要我们 跟刚才看的 那个搓垢瘤 搓垢瘤要鉴别 这也是一个 肺的这个 硬化阴血管瘤 那我们看到 这个肿块呢 正位片 我们看到 它在这个 新颖旁 右新颖的旁边 然后呢 这个边缘清楚 密度均匀 然后侧位片呢 我们看到 它是 并造是位于中叶 这个形状呢 非常的圆 非常圆 然后密度很均匀 边缘很清楚 没有分叶 没有茅次 那CD上呢 我们看到 这个 肺窗上 看它密度很均匀 边缘很清楚 那纵阁窗上呢 我们看到里边 有很多这种 这个 散在的 泥沙样的概画 散在泥沙样的概画 就是在屏片上 看不到概画 在CD上不一定 没有 那我们看CD上 看概画 这个还是比较 有优势的 这也是一个 硬环一线杆流 我们看到 这个边缘很清楚 这个形状呢 稍微有点 这个不是标准圆 然后内部呢 我们也看到了概画 也看到了概画 这也是一个 我们看到 它是在 也是在 右飞的中叶 右飞的中叶 然后边缘呢 很清楚 然后这里可能 一根小血管 重叠在这 然后这个 里边的密度呢 是非常的均匀的 非常均匀的 这是 这是另外一个病人 我看这个位置不一样 那这个在 右飞上叶 右飞上叶 一个这个 圆形的密度增高 边缘很清楚 侧位呢 我们看到 这个也是 边缘清晰 里边的密度呢 均匀 那它的鉴别诊断呢 就是要跟 错构流 第一个就是 错构流鉴别 那错构流呢 是这个 良性肿瘤 这个 最耗乏的 最常见的 这个良性肿瘤 那CT上呢 显示这个 爆米 爆米花样的概画 是它这个 特征性的表现 那这个 但是这个不是 错构流的 唯一的特征 那 我们的 樱花性血管流呢 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 这种 沙利样的概画 就是它的概画呢 一般比较散 那像那个爆米花样的概画呢 一般是比较集中 呈一个不规则的形态 那这个 这两个是它的 这个鉴别点 那延形甲流呢 这个是第二常见 第二常见 那一般呢 没有什么包膜 但是呢 肿块经常比较局限 那X线上呢 可以是圆形的 或者椭圆形的 结构上肿块 那有周围呢 有时候可以看到毛刺 毛刺和分叶 然后这个 跟肺癌要鉴别 那 病道密度呢 相对比较均匀 那肺癌呢 就是 一些比较小的 特别是 这种周围性肺癌 它的边缘呢 没有明显的短毛刺 还有这种 基状突起 也可以 没有明显的分叶 那 这个纵阁 淋巴结又没转移 那这个 跟我们这个 硬化音学管瘤 这个鉴别呢 有时候有一些困难 我们还要讲一个 这个来源于 胸膜的肿瘤 就是 胸膜尖皮瘤 那 它呢 是 胸膜的肿瘤 其实比较少 比较少 那 它的 这个 它这个是 就是一个 胸膜的 原发的肿瘤了 发病年龄呢 经常在 40岁以上 性别呢 没有什么差异 它的是一种 起源于胸膜 尖皮细胞 和纤维细胞的 这种原发性的肿瘤 那 它发生呢 经常是 发生在左侧 比右侧多一点 并且呢 发生 容易发生在 这个 胸腔的下半部分 这个 一般 早期的文献 都说和 这个接受 失眠有关系 但是现在 也 也不这么报道了 那 根据病理 还有影像呢 我们一般把它分成 这个 局限性 和弥漫性 那局限性呢 大部分是良性的 但是 有 经常有一部分呢 是有恶性 这个真相 那弥漫性的呢 更常见 更常见 都是恶性的 那 良性的呢 以局限型 比较多件 包膜呢 一般比较完整 恶性的呢 以弥漫型的多件 胸膜呢 成一个 弥漫的增厚 和多发的 大小不等的结节 包膜呢 不完整 经常伴有 血腥的胸水 和纵隔 或者肋骨的侵犯 临床上呢 经常有胸闷 胸痛 气短 可以伴有肥大性的 这个骨关节病 那在X线上呢 我们看到是 局限型的 是一个圆形的 或者椭圆形的阴影 大小不一 是一个软组织密度 边缘光滑 分叶比较少 偶尔呢 可以看到 点状概化 它呢 就成一个顿角 顿角和胸臂相交 那有一部分兵力呢 可以有地 比较少有这个胸腔基液 和肋骨的破坏 那弥漫型呢 经常是这个广泛的 胸膜增厚 胸膜面呢 看到多个大小不等的结节 还有不能自行吸收的 胸腔基液 经常可以看到 纵隔 肺门黎玛节的增大 还有肋骨的破坏 CD上呢 局限型一般看到是 软组织种快影 成一个中等密度 或者是中等信号 胸膜 肿瘤临近的胸膜呢 成一个均匀的 或者不均匀的增厚 那弥漫性的呢 这个是弥漫性的 不规则的胸膜增厚 还有节节状的这个增厚 可以累积夜间胸膜 并且呢 伴有同侧的胸腺基液 也可以侵犯纵隔 心包 胸臂 以及肺内 这个还可以造成 肋骨和椎体的破坏 CT扫描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成一个明显的强化 那CT上呢 这个良性的 经常是单发的 大部分来自于是 脏层胸膜 以胸膜为基底的 软组织种快 种快的范围呢 经常比较局限 轮廓呢 很清晰 边缘呢 是光整的 密度是均匀的 那肿瘤呢 呈一个圆形 或者椭圆形 长轴呢 和胸膜的走形方向一致 可以凸向肺内 和胸臂的夹角呢 呈一个顿角 肿块呢 一般是小于五个厘米的 那平草的密度比较均匀 增强呢 它是不强化的 然后胸膜呢 一般没有钙化 也没有肋骨破坏 训练机械 少数会有胸水 那恶性呢 它可以起源于脏层胸膜 也可以起源于 这个B层胸膜 和纵阁胸膜 它的胸膜呢 是广泛的增厚 成一个不规则的 结结状的 或者胸膜肿块 经常伴有大量的胸水 胸膜肿块呢 有分叶 边缘不光整 密度不均匀 经常伴有肋骨的破坏 和胸腔基液 增强扫描呢 不均匀的强化 或者结结状的强化 这种呢 经常提示 它是一个恶性的胸膜肩脾瘤 那我们看那个病例 那我们看到这个胸膜 是一个显著的 这个广泛的增厚 那这里我们看到 这增厚呢 增厚的不均匀 并且增厚的不均匀 这个其实前后胸臂也有 这个广泛的增厚 是一个恶性的胸膜肩脾瘤 那这也是一个恶性的胸膜肩脾瘤 我们看到 它这个下胸臂 这里这个胸膜增厚 有这种很多结结状的凸起 那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结结状的凸起 那这种呢 很多都是这个在前后胸臂上的 另外我们看到 它的裂革脚变盾消失 有胸腔肌液 在CT上呢 我们看到这些 刚才我们说 这个其实应该就是 对应的这个病灶 我们看到它是在前胸臂的 前胸臂的 那这个大的呢 就是这个 在这个侧胸臂的 就是各个胸臂都有 那像这些 可能是像这些病灶 那这个类个脚呢 我们看到明显的变盾了 这胸腔肌液 这是一个局限性的胸膜肩脾瘤 我们看到 它的边缘呢 很清楚 和这个胸膜呢 是个成一个盾脚 盾脚 其实在我们这上面 看着好像是个锐脚 其实它 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 在这个侧胸臂的 如果是在 这个 看它的切线位呢 它应该是一个盾脚的 这也是一个局限性的 胸膜肩脾瘤 我们看到 它这个病灶呢 是位于这个侧胸臂 侧胸臂 然后成一个盾脚 盾脚和这个胸膜相交 就是这个夹脚是盾脚 这种说明呢 它是来源于胸膜 来源于胸膜 这也是一个局限性的 胸膜肩脾瘤 我们看到它 这个病灶比较大的 比较大了 侧位我们看 它这个 位于这个 这个前 前 前侧胸臂 前侧胸臂 然后也没有 它就没有什么胸腔基液 没有胸膜肩脚基液 其他地方的胸膜呢 也是正常的 没有增厚 就是一个局限性的胸膜肩脾瘤 那 那 当然这个肿瘤 当然这个肿瘤比较大了 有时候太大了以后呢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盾脚和锐脚 有时候就不太适用了 它很大以后 这个成一个锐脚和这个胸臂相交 密度呢 还是比较均匀的 也没有引起胸腔基液 这个是一个恶性的 那这个弥漫呢 我们看到呢 胸臂有多个 有多个这个结结状的凸起 结结状的凸起 它们都是成这个盾脚 盾脚和胸臂相交 然后这个肋骨呢 没有什么破坏 这是一个恶性的胸膜肩脾瘤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大量的胸腔基液 大量的胸腔基液 在这个胸腔基液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这种实性的 实性的一个一个的 结结状的密度增高颖 其实就是这个胸膜肩脾瘤的流体 增强扫描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流体 成这个明显的强化 明显的强化 基液是不强化的 这个流体呢 都是明显的强化 然后这个大量的基液 还造成这个肺部章 肺部章 这肺部章 我们看到这是部章的肺组织 这是基液 那这里就是流体 胸膜肩脾瘤的流体 这也是一个 这个多发的胸膜肩脾瘤 我们看到 这个胸臂呢 多个软子的肿块 除了肿块呢 我们看到这个肿块 除了在内部生长 还这个往外部 这个突破 这个长到这个胸臂 胸臂肌肉以下去了 这个同时向内和向外生长 明显是个恶性的 这个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个 肿块 巨大的肿块 然后这个勒个脚变顿 广泛的胸膜增厚 这也是一个恶性的 这个 基地上我们看到 它应该算是一个顿脚 顿脚像脚 然后周围呢 有比较广的这个胸膜肥厚 胸膜增厚 这也是一个广泛的这个 胸膜增厚 然后这里 胸腔基液 那CT上呢 我们看到 这个周围这一圈 肥厚的胸膜 肥厚的胸膜 然后中央这个不强化的 没有强化的这区域呢 是这个胸腔基液的成分 这也是一个 我们看到一个广泛的 广泛的胸膜增厚 广泛的胸膜增厚 还有一些这种结结状的凸起 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沿着侧胸壁 有很多这种 这个 这个 呈顿脚 这个广泛的胸膜增厚 然后呢 有很多呈顿脚样的凸起 和这个胸壁 称顿脚相交 这有些呢 我们看到密度比较淡的 这种呢 就是在前后胸壁的 这种 在侧胸壁呢 我们看到成这种 丘形 丘形凸起 然后 除了胸膜广泛的增厚 我们还看到 胸腔基液 那个叫变顿 这个CT上呢 我们看到也是 广泛的 这个胸膜的增厚 广泛的增厚 包括这个纵隔的胸膜 纵隔性膜也增厚了 然后呢 还有很多这种小凸起 小丘状的凸起 这就是这个 尖壁流的流体 这些小凸起 这是一个并力图 这是磁空阵 磁空阵 那从这上呢 它基本上是成一个 软组织密度 这个 成一个等信号 等信号 这个 在这里是成一个 稍高信号 这个 T1是个等信号 T2是个高信号 那它的鉴别呢 需要跟这个 周围性肺癌 还有农胸 还有胸膜的转移流 还有包裹性的胸腔基 也鉴别 就是如果那种单发的 就要跟周围性肺癌 鉴别 如果是弥漫的呢 就要跟农胸 转移流 还有包裹性基 也鉴别 这个鉴别相对 还容易一点 这个 就是 鉴别呢 鉴别点一个就是 我们说和胸臂的夹角 就是如果体积 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和胸臂的夹角 一般都是顿角 而肺内的肿块呢 一般和胸臂的夹角 是一个锐角 那如果 个别肿瘤呢 突破胸内 向下生长 体积增大的话 那它就 比较难这个鉴别了 像刚才我们看 有两个比较巨大的 那种呢 就不太好 这个 用这个顿角和锐角 这个鉴别 还有个鉴别点就是 这个胸膜 胸膜来源的肿块呢 它是推压 脏层胸膜 一般呢 边缘比较清楚 没有毛刺 而肺内的肿块呢 一般边缘不清楚 可以看到毛刺 可以看到毛刺 那这个胸膜的肿瘤 和它鉴别呢 就是 包括这个胸膜转移瘤 还有恶性胸膜尖密瘤 胸膜结合 那恶性胸膜尖密瘤 和胸膜的转移瘤呢 都可以表现这个孤立的 胸膜的孤立 孤立性的 或者多化的肿块 然后 胸膜呢 不规则的增厚 增强扫描呢 肿块强化 经常合并胸水 那两者的鉴别呢 在于前者呢 比较 这个单侧多鉴 换侧的胸腔体积缩小 并且伴有纵格的固定 可以看到这种 湿绵肺样的改变 比较少出现肺内转移 从发病率讲呢 这个胸膜转移 也有更加的常见 经常合并 肋骨的破坏 还有肺内的转移 那胸膜的结合呢 有时候合并肺结合 那典型的胸膜结合呢 可以表现 胸膜的弥漫的增厚 还有局部的增厚 形成肿块 还可以看到 钙化和甘粮样的坏死 增强扫描呢 成一个环形的强化 经常合并胸腔基 小结一下 那炎性甲瘤呢 大部分是由慢性感染引起的 经常有发烧的病史 肿块的形态呢 经常不规则 密度不均匀 边缘呢 毛躁 模糊 它呢 经常看到长毛刺 临近的胸膜呢 有增厚 粘廉 硬化性的血管瘤呢 胸膜下的边缘 清楚的肿块 边缘呢 清晰 没有分叶或者毛刺 流内呢 经常看到钙化 还有空气 新月针 增强扫描呢 是明显的强化 还有一些 其他的良性肿瘤 其实就更少见了 像肺的线流 我们刚才讲 鉴别诊断的时候 提到过 这个肺的线流 那我们看 它也是边缘 非常的清楚 这个密度非常的均匀 这个边缘很光滑 这也是个肺线流 我们看到 它这个边缘清楚 密度均匀 这个很圆 要跟这个 硬化性血管瘤 这些鉴别 还有错构流 那这也是一个线流 你看这个 它要跟那些 周围形的 这个肺错构流 这些鉴别 这个我们看到 病灶在这个下肺 就是肺的纤维流 肺的纤维流 也是这种边缘清楚 密度均匀的 都是肺的良性肿瘤 还有这些 血管平滑肌流 血管平滑肌流 也是 基本上都差不多 都是边缘清楚 密度均匀 这个 没有分叶毛次 这些 我们看一个病例 这是一个 54岁的男性 发热 咳嗽 抗感染治疗 10天 我们在他的 这个 左下肺 看到一个 这个 站位 然后周围呢 有一些长长的 这个 长毛次 长毛次 这个 形态呢 不太规则 这个毛次比较长 似乎是 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 一个 陶间症一样 长毛次 还有陶间症 这个诊断呢 我们就要考虑 是不是延性甲流 那 需要注意 就是有点 好像血管急速症 好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